记者郑景一台北报道,22岁的江姓女子,上周开始虽然未订饭店,却不断有饭店打来确认订房资讯,要求支付订金,江女不堪其扰,怀疑有人滥用她的手机订房。 本周二前往警局报警,警方找到向饭店订房的杜姓女子,虽然杜女表示自己是记错号码,警方仍依强制嘴韩颂的检署侦办。 江女表示,上周二接到宜兰某饭店的电话,支出江女已线上订房网站booking预定了两间四人房跟一间双人房,并要求支付订金,江女一头雾水,向饭店方表示该支手机号码的却是自己使用,但近期从来没有使用booking订房,要求饭店再做确认。 未料,上周三及周日又分别接到宜兰不同的民宿打来,表示江女有订房间并留下手机号码,江女不堪其扰。 本周二致警局报警,提告强制嘴,警方经饭店业者配合,寻显找到订房的杜姓女子,杜姓女子向警方表示,向饭店订房只是要与家人出去玩,因手机号码与江女指插一号, 注册booking饭店网时,就留错电话,并非故意找江女麻烦,也表示对江女感到相当抱歉,但强制罪为非告诉乃论,警方仍需含送法办。 警方指出,过去有些案例是当事人与人结仇,仇人就故意用当事人手机,到处订饭店或是订外送,造成当事人困扰,都是以强制罪侦办,或是饭店业者有财务损失,会提高诈欺,民众千万不要误以为这样的方式能轻易安然而退。